哈囉 各位好 我是挖寶去安哥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牛奶挖 對 又是牛奶挖 上一則才分享牛奶挖 這一則又要分享牛奶挖 應該這樣子說好了啦 就是 這次的分享是 讓各位知道一下 如果你說到進口挖 不一定是牛奶挖 只要是進口的挖 可以群居的那一種 饅頭挖它也是可以群居 但是它也是進口的嘛 對不對 那一些比較特殊的進口的樹 它們也是群居的嘛 沒錯吧 OK 好 我今天要來分享就是說 我們還是講牛奶挖 因為現在目前我們 鏡頭跟分享的方式 我們就是講牛奶挖 我們就不要再講其他的挖種 OK 他們雖然進口進來 都是整批整批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 它整批進來 它也不是用一個容器 裝了四五百隻 我只是比方啦 這隻牛奶挖應該沒有到那麼多啦 我只是比方 它一樣會用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的飼養盒 簡單的齁 放個四五隻 放個四五隻 還是說放個十來隻左右而已 只要它的空間 不要整個都擠住 挖到還有空間 可以活動為主 所以它們還是會分開分開分開 那分開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假設 我現在只是說假設 如果這個盒子裡面 如果只有單一 這個個體 它有病變 或者生病 或者是 在空運這個階段 可能不是啊 什麼等等 因素很多 造成它掛掉投胎 那它掛掉投胎的時候 會不會這裡就會長菌 我只能說 有可能 因為只要是有屍體的話 只是快更慢嘛 對不對 沒錯吧 就有長菌 那長菌的話就有可能 這一個盒子裡面的蛙 就會有帶有疑似病菌 病毒 在這個個體裡面 一直一直一直的那個 反覆感染 所以 那好 那我今天為什麼 跟各位講這件事情 無論 現在我說了 無論它進口進來多久 你只要 想要收這隻蛙的前提之下 你只要收到之後 一定要像我這樣子做隔離 好不好 好 如果你原本自己本身就有樹蛙科的 或者是 你原本早就有收到 牛奶蛙的 我會建議你隔離 五到七天 可以嗎 就是 你收到這隻 牛奶蛙之後 不管說你到底有沒有 其他的樹蛙 你有可能要混氧在一起 除非你的飾養環境 根本就沒有其他的樹蛙 那就另當別論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你的飾養環境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蛙種在裡面的話 我會建議你 就是用這樣子的小盒子 幫你的蛙寶先隔離一段 五到七天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要讓它適應你那邊的環境 第二個 你也可以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去觀察你的蛙的狀況 跟穩定度好不好 那適當 各位這邊有看到 我再拉近一點點 拉近一點點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裡面有一些小小的針頭蟋蟀 對 你就放少許就好 不要放太多 放少許就好 那你看看你的蛙 有沒有想要進食的慾望 不一定要吃到 各位懂我意思嗎 它只要有眼神晃過去或 有看 它就是有想要吃的慾望 那這樣子你的蛙也表示 健康狀況都還不錯 當然這個沒有說所謂的絕對 為什麼 因為它到你的環境跟在 世主那邊的環境 就是原生頭你收的賣家的那個環境 有可能不同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五到七天 必須要觀察一下 如果五到七天過後 健康啊活動啊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再把它移到你原本要飼養的 可能群居的一些蛙種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 就是 體型 樹蛙科的體型 你不要跟其他的 類似可能老爺啊 比較大一點的那種 混養在一起 如果你體型差太多的話 差一半以上 你的小幼蛙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會被吞食掉 好不好 OK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你如果收到蛙的話 盡可能就這樣子做 做隔離 好不好 做隔離 收到蛙之後 無論是什麼蛙都一樣 你一定要讓你的蛙 處於有一個適應的環境 那好 我再跟各位分享 那我現在丟進來 是不是有一些 穴穴之類的 也有可能丟進去之後 它有的那個什麼 蛙 蟋蟀撐不了多久 就掛掉了 這個 這個很重要 我要跟各位說 你不要把火耳 丟下去之後 兩三天 你都不管它的 不可以喔 千萬不可以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 你把火耳丟在 隔離的 像這樣子 環境裡面 你不要讓你的那個火耳 在裡面兩三天喔 只要它 我說一個比較準確的 你今天放耳 你放耳下去之後 無論它有沒有吃 不管 不管 你就是在把耳全部都清理掉 各位相信我 好不好 它只要你要睡覺之前 就是喔 你可能沒有在注意蛙的情況下 你早上放 你就是晚上清理掉 那你如果是下午放 一樣你就是晚上清理掉 不要留太久 就是說不要留到 你無法隨時可以注意的狀態 狀態下 好不好 原因很簡單啦 第一個就是我們避免 有可能活體死掉嘛 死掉就有可能會 我還是那句話 只要有成為屍體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些 可能 細菌 開始滋生 包括蛙 蛙在這個裡面 你剛丟耳下去 也有可能蛙也會緊張 壓迫啊 因為你打開盒子的那一剎那 它噴尿也好 或什麼等等之類也好 這個環境就有可能污染了 但是你當下放有下去 你並不清楚 所以 你當收到的時候 一定要隨時做清潔 好不好 水稍微沖一下齁 盒子環境都沖一下 不用去擦 就沖一下 讓你的蛙 處於比較乾淨的地方 好不好 OK 這樣子有沒有很難 應該沒有啦 這個我都試養一陣子 你看 每一隻 蛙都 挺挺的 還不錯啦 OK 記得齁 各位要記得齁 只要收到進口的話 一定要先做隔離 不要急著 第一個不用急著餵食 再也不用急著混養 反正你就是留著 留著 留著 靜養觀察 五到七點 你覺得OK了 沒問題了 你再把它放在一起 放到你試養環境就可以了 好 我是瓦寶去安哥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私訊給我 或者是留言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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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